那我剛一直講養分 那主要是什麼 就是這堂液啊 這堂血溶蜜 但是也不只 你怎麼知道 那你想想看 這有一點點像 然後抽血 然後抽出來分析 知道裡面是什麼 那我們是幫植物抽血 就是把他的管子裡面的東西抽出來 然後分析就知道裡面是什麼 但是你想想看這個有一點難 就算出的很簡單 我剛才有沒有跟大家講到 如果要測根壓就是植物有點兇 你就把它砍了 然後分壓是不是水就會壓出來 你就收集就OK了 那但是這個彌附的東西沒有多到這個程度 不像那個 那個褲子部裡面的管子比較粗 然後東西流的也比較快 所以怎麼辦 他們就要想一個方法 你要找個細的針 那你要從篩管裡面把東西抽出來 這個針一定要比篩管細嗎 老管還是粗的 剛剛懂我的意思嗎 就跟你要抽血一下 你想想看你要抽血的時候 如果那個針比你的血管還要抽 絕對抽不到血 如果一看到你就聞到 還是聞到剛好可以抽 反正其實不可能是這樣嘛 所以你要找很細的 但是別忘了篩管 那個肉眼是看不見 所以不要想要增加去看你 那你要很細 然後你要很準 然後不能穿過 那這個非常困難 結果會這樣發現你還好不會看 為什麼 因為有昆蟲就扮得到 牙蟲 它就扮得到 它就扮得到 欸你們小時候有學過嗎 聽過嗎 什麼拿牙蟲 有時候可以一些牙蟲 有沒有 然後牙蟲那個 然後在好久好久以前 是不是也在你們出生之前 我忘記哪一部電影 那個時候同時期 兩個電影公司 都有出了動畫片 主角都是哪一個 一個叫做About Slides 一個叫做 叫Ant 就是自己 一個叫小羽熊兵 一個叫蟲蟲危機 然後我忘記是哪一個 或許是About Slides 或許是蟲蟲危機 裡面不是有那個壞人的蟲蟲之類 然後在酒吧喝酒 你們注意看嗎 那酒吧是蟲 那個酒吧不是真的 酒杯不是真的 酒杯是蟲 那你一開始可能沒住 那他還有表情 他打起來還有表情 好啊 然後還打架的時候 椅子 那桌子翻了 那蟲蟲快就跑走 然後他們注意這個小細節 然後那感覺有點噁心啊 那是蟲蟲怎麼合理 不打架 不是 撐體的末端 對不對 不是 那可能不是噁心的東西 那有人把它叫蜜蟲 來重說一次 他們的口氣呢 就是細細的 符合我們剛剛講的特點 細但是又堅韌 又能夠精準的戳到腮管 所以我一旦一戳進去之後 我根本不用用力吸 那個壓力流的壓力就能夠讓 鎮皮部裡面高濃度的這場水溶液 原本不覺得流到我的嘴巴裡 然後還不止 還會多到從身體的末端 然後就會出來 然後就會出來 對不對 就會一大堆 科學家就是收集就可以分析 欸 可是科學家也覺得這樣好像不大堆 因為這個東西 畢竟是經過蟲的生理 然後從後面出來 它一定會被吸收掉一些東西 然後會被加料一些東西 那這樣不准嘛 那你覺得要怎麼辦 接下來是殘忍 還好沒有什麼牙蟲後悔 然後告訴科學家的是什麼 林林蔡要怎麼辦 他就要想辦法 把這個牙蟲把它麻醉 你可以用屁帶淡 但是太貴了 蔚藍化碳好了 高濃度外來噴 蔚藍化碳 蔚藍化碳 然後你就趕快把它的口氣截斷 就這樣 他醒來以後就放 沒有我亂講 他就變成一隻可憐的牙蟲 但是我剛剛只是講好玩 科學家通常不會這麼麻煩 什麼林蔡蛋 什麼高濃度外來噴炭 怎麼開一個小刀把口氣截斷 多麻煩 你這樣怎麼做 就給他一個中指就好 不是罵人的意思 就是假設你一直持著牙蟲來 砰 就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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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的心已經進 但是都很痛 所以要你自己進去 變肌不見了 剩下嘴巴還戳在下 所以這樣 你充裁 然後裡面的人就會原原不覺 從那個 斷掉的口氣就會出來 這樣OK嘛 就會收集 所以可憐的牙蟲 幫助我們學習 我們講到蒸散流 蒸散流的運輸一定是單向 一定是下到上 一定是根到精到葉到氣孔出去 那我們的單向是指上下或下下 那偶爾會有紅漿運輸嗎 這個我們不管 所以它一定是下而上 那對植物這皮部裡面的運輸呢 這個還有人記得嗎 它一定是由下而上或下而下嗎 我們剛剛講的葉片型光合作用 根部要養 對 那它的運輸是由上而下 可你如果在落葉林內 秋冬的時候 葉子落盡了 這時候葉子沒了 那換金牙 它的細胞肚子餓怎麼辦 那就是換它從腮管裡面 它去藥養分 然後半細胞說 你們肚子餓了 這麼可憐啊 然後它就從裡面抽養分出來 那根呢 它就會把它存在皮層裡面的便粉 變成蔗糖 再把它塞進去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植物質 它蠻特殊的生命型 你要記得是它沒有種書在 coordinate這些事情 沒有種書在協調這些事情 所以它其實很有趣的 就會用這種方法 然後就拿到一個 我對這個社會 我對這個機構 我對這個課題有貢獻 我多的時候就換進去 然後我不夠的時候 我可以去哪 就會拿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 好 那我們講到這邊感覺上講完了 不過當然還是要跟大家提示幾個重點 就是 如果我問你 養分在正皮部裡面運輸 到底好不好能 如果我問你 養分在篩管內運輸 到底好不好能 在篩管內運輸 是不耗能 它因為壓力差 會從彭壓大地方到彭壓小地方 那但是 就說我問你 它在正皮部內運輸 耗不耗能 答案竟然是耗能 為什麼 因為它的能 是耗在主動運輸 進出篩管 這樣OK嗎 已經在篩管內 就不耗能了 可是如果要進出篩管 就會耗能 好 那我把 我這邊有多 不管是我光合作用來的新鮮的蔗塔 還是我之前收集到的 我把它堆疊成便粉 不管 反正我就把它灌進去 我就會濃度高 滲透壓高 就會銅壓大 然後呢 我不夠 我就把它拿走 我就會銅壓小 滲透壓小 濃度小 滲透壓小 銅壓小 我不管這個 反正其實它就會很自然的流動 所以講半天再回來跟震散流的比較 剛剛說震散流一定是由下而上 對不對 那壓力流呢 它就不一定是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 我們把這個叫做從什麼到什麼 我們就叫做from source to sink 還記得嗎 叫做從公到虛 對不對 這個叫做從公到虛 那 欸 不過我翻譯不準 知道哪幾個字嗎 Source Sink 比較特別 S-I-N-K 沈下去那個字 沈下去或者是水草 那在這邊的話呢 他們喜歡用from source to sink 就是 從這個公到虛 或者是從公集部 然後到需求部 所以其實就會有這樣的說法 欸 那我剛剛講的這一段 什麼 我兩分鐘啊 我就看你一句話 一句話 甚至要大分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段的解釋過程呢 結果我們就要看到一顆科學家的努力 我去給他標題 我通常他該不該高興呢 小實驗大創作 這什麼東西啊 而且感覺好像是那種 小學生還是中學生 小學生的什麼夏立營的小活動 欸你是在講一個過去了不起的職務學家的研究 怎麼給他這種小註解 好啦沒關係啊 那他的創作其實有就 你看 1930年呢 到現在80多年了 我們還用他的這個方法來解釋喔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我介紹他畫的圖就是課本商的圖 你覺得好玩你就跟著畫 沒關係 不然課本單一看電話也可以 那這個實驗有兩個困難 一個你要得到這個裝飾 那80多年了 就是 就是 找些人跟玻璃做一做一做一做 就不會搞不好清楚 所以等一下有很大的面 就是有一個 很大 可能也不用很大 沒關係 可能就有個玻璃水材 沖水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才難 你要找人幫你用雞頭漏斗 然後呢 玻璃管再把它連在一起 好 連在一起 然後我當然是畫他已經在狀磁內的樣子 雞頭漏斗 然後呢 然後呢 中間有玻璃管要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呢 中間有玻璃管要把它連在一起 目前喔 關在場 旁邊開始 好 就這樣 要把他雞頭漏斗 然後把它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好 那這樣 接在一起 那當然有人就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有些人就不是畫這樣 有些人就會畫他 很有那種連沖管的感覺 不用畫這樣 感覺像是兩個燒杯 然後下面小臉 懂我的意思嗎 有人會畫成這樣 好 我們把它畫成這樣 好 這樣知道我要畫什麼嗎 這樣知道齁 好 所以這個實驗最困難的第一點 已經OK了 就是你要得到這個狀態 好 然後這個 雞頭漏斗 然後玻璃管 然後把臉帶 那第二個困難是什麼 這當然是後來才把他泡進去 一開始還沒 對不對 雞頭漏斗 那你要趕快 描手 我去找別人幫你 好 一邊要準備正螺融液 一邊要準備大概正六十 我來把他泡下去 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就要讓他一邊是濃度高 後邊是濃度低的 我覺得是還蠻難的 蠻需要兩個地方 就是打炮 然後趕快包上腺後膜 半後膜 然後包上半後膜 對不對 然後 這樣 這邊是超紅度是很膩 這邊沒有 然後 放好之後 我們就在裡面下去 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就滿 趕快正通的 然後接下來一個 動卡 就是給他 翻過來 然後放在前面 然後讓我們下時間打 那就沒事了 接下來有沒有擦電 有沒有能源 它就會開始水在裡面流動 在裡面流動 好 那假設我們又有一雙神秘的眼睛 剛剛是看到水 在植物體內的流動 現在我們看到這 我們看到一顆一顆的植物 對啊 我經常跟 戰鬥 戰鬥文化一樣 沒關係 就這樣 這邊是智囊能力 那邊就是假設 它是真有水好的活化 就這樣 好 那你把他弄到水裡面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要算文化幾點 然後這邊的點就會流過去 同我的地方 聽說 我剛剛正在講的 聽說網路上有 那個 大陸的上課影片 然後它那個電子版本 就 不知道是後期 還是真的 還是真的 好啦不管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這邊 你只要移動進去之後 這邊就是濃度高 滲透壓高 滲透壓是負壓 不然會吸水 對不對 所以水這邊就會流進來 這樣OK啦 那水流進來之後呢 就會帶洞 然後就會往這邊流 到這邊 看沒問題啦 然後呢就會流到這邊來 然後就會流出來 那只有水流而已嗎 不是 它會帶動浙糖液就會流過來 會帶動浙糖液 所以我剛剛說啦 我家人是多加點 不應該這樣 應該這邊的點少 那麼少 我忘了沒辦法 有人後視有機會 我應該這樣做 然後 就有人把他後視成 一點點 這樣比較困難 他到底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就可以假裝 然後我們 黑板也很厲害 對不對 國防做不做到 有沒有人 這次能力這麼強 好啦不管啦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好 如果飲食有能力這麼強 你願意幫忙做這些事情 的機率很低 你來會幫你做別的事情 好不管 然後那就帶過來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 前面就會閃光 這樣看就覺得 那邊暖光 還是一點暖光 但是不要用藍色 好啦沒關係 所以其實就這樣 這樣OK嗎 然後他就會一直流 所以我才說 做這個實驗最麻煩 就兩點 第一點 找人幫你把這個裝針做好 第二點就是要裝裝 瘋瘋 幹 對不對 就要這樣 他一旦都弄好之後 就不用再退省了耶 他就會 水就會一直跑 水就會自己跑 我這樣講 就有一點是呼應到 我剛剛講的 好能跟不好 我沒關係不急 慢慢來 所以其實他就會這樣流 然後從這個流 然後水從這個流出來 然後呢 水大家喜歡用藍色 藍色 藍色都看得不太清楚 然後呢 水又會這樣 是不是會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他當然 他會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 因為他一直流 水會一直這樣子這樣 一直這樣這樣 然後把這堂帶動 然後帶到兩邊的這堂濃度相同的時候 他就沒有明顯的流動 好 當然我們只是 近移動就沒有明顯的流動 可是你說水 它是濃度高深 到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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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慢慢調到一個穩定 不容易再一直進去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大概就會進去 好 那這個不管是抵擊還是孟克 他提了這個東西 那這跟我們壓力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有耶有耶有關 我們一開始這邊是不是高濃度的浸糖液 所以呢 這一個劑頭漏斗被我們類理成是什麼? 就是瘡 對不對?這個劑頭漏斗是不是就是瘡? 它就是瘡 所以是不是主動運輸的方式把養分灌進去 所以這邊濃度高升高 它是負壓快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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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就是這樣 所以主動運輸把這檔子灌進去 我剛才有跟我說這個裝置最難反 就是你要負壓快 對不對?好 它一旦弄好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這邊 那邊是濃度高升高大高升 它是負壓快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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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降之下這邊濃度低 它就有膨脹小 所以水就會流過來 同時把溶脂帶過來 所以這邊是Sink 這邊是Sink 這樣OK 其實這樣就講完了 但是我如果要穿鑿附會的話 為什麼我故意要把它畫成是這樣高級的樣子 因為我要畫出兩個管子 那你猜上面的管子是類比什麼 下面的管子是類比什麼 上面的管子 可以把養分從工運到Sink 所以上面的管子就是Sink 對不對?就是Sink 這個就是Sink 下面的管子 或者你要講是真的一部也 下面的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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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慢慢寫比較好看一點 這字塊塊寫就是很醜 不過我跟大家說 有時候自己寫的字覺得蠻好看的 不是從影片看起來都很醜 你知道嗎?不知道為什麼 很怪 就是錄下來的字 是不是要使我們 有POP的味道 你知道怎麼樣大 才會好看 不懂 那這邊的話呢 這邊就有大管子 好 所以這就是多久? 八十八年前 這個管子 其實就是這個 一個管子 其實就是 林希先生 運出來的 用來解釋 壓力流的一種 發動 然後他就解釋這個 這個機制 你看你要畫出來 是寫字 提醒一下自己 近篩管是耗能的 近篩管是耗能的 主動運輸 好 所以呢 不斷灌進去的話 就濃度高 腎痛壓高 腎痛壓高 腎痛壓是負壓 不然會吸水 你要吸水就有水給你吸喔 哪那麼好? 有啊 我在微管處內 我是塞管旁邊有物質部啊 對不對 水就過來了 所以呢 他就吸水 吸水會膨脹 膨脹膨壓槓 槍架支架下面根 包含是人做虛 有沒有 然後他們就像二輪或僵屍一樣 就靠近半熙堡 幹嘛幹嘛 好沒問題 來接下來 再看字畫圖 還是寫字提醒大家 這個蔗糖 從山管裡面出來 是主動運輸 耗能的 進出山管都耗能 所以呢 剛剛那邊濃度高 腎痛壓高 腎痛壓是負壓 負壓的吸水 氣水會膨脹膨脹膨壓大 這邊的話 濃度低 就膨壓下 所以水很自然的就 from source to sink 就從光入到虛了 對不對 就這樣就OK啦 所以 每個植物就能 每個植物吸大 他就有貢獻 然後呢 當自己沒辦法的時候 這個 這個系統會照顧你們 就像是一個 很融洽的一個環境 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壓力流 那但是有時候 中字蒙發 或者是我們講 要開出花來 哇 他對養分需求的priority 是高到一個 不可思議的狀態 那有一些植物呢 一旦逐漸花牙之後 哇 全身的養分 全部抽過去 這樣就會努力的 開出花來 然後就死掉 這樣就這樣 一年生草的成果 對不對 那有些人說 哇 花的這個priority很高耶 大家會養分給他 可是你會有一些 老本自己活 對吧 那就是多年生的 或者是樹 這樣 OK齁 那你有沒有聽過 有一種植物 好久才開一次花 一開花整片會死光 有沒有 就是做竹林 可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類似 像一年生草本植物 開完花之後 養分耗盡就死掉 那只是它 竹子竹林 感覺比較有靈氣 感覺比較 氣質高雅一點 所以它的生活 也是比較熱活 步調比較慢 所以是好久好久 來一次來一次就死掉 我只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沒有那麼恐怖 很多野草野花也就是 對不對 你離原上草一色一孤龍 就是 那是一年生的意思嘛 那只是它因為一直有 你就以為 它都是活很久 沒有 它會一年就死掉 只是馬上掌新的 你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子 好 那其實就講完 那就這樣吧 雖然沒寫什麼 還是幫我把黑板查一下 等一下下一節課 還有新的黑 明記要寫 那這樣 先下課休息 下次下課了 拜拜